來到日本經常見到拉麵拉麵 但其實梳巴亦即是蕎麥麵在日本屋好有市場 在天童市這一個日本張棋發源地 除了有好多張棋店和觀光點 那邊還有一間好有名的水車山梳巴 他們由1861年開始營業至今 超級有歷史 而紫家製的蕎麥麵更是一駐 等等,蕎麥麵就蕎麥麵 那麼水車是甚麼呢? 原來為何用水車發力來推動石磨 用來做蕎麥麵的麵粉就是這樣磨出來 今次小編就吃了他們的元祖蕎麥麵 麵質左右不同 雙多彈牙有咬口 而且份量十足,超大一板 你以為只是吃麵?哪有這麼簡單 吃到一半時,店員突然拿出一壺湯 說加入麵用的醬油一起喝 會有味溶的效果 說真的,小編真是半信半疑 不過既然沒壞就試一試 除了元祖蕎麥麵之外 原來這裏的蕎麥麵都很有名 在日本全國裏面 這裏的蕎麥麵排了第六名 雖然湯是中華風格 但加入了日式口味 有些胡椒的辣味,十分開胃 吃飽,其實還可以買回去 如果合心水可以打包回香港 最後,其實這裏是設有蕎麥麵DIY教室 想試一試新手做蕎麥麵的朋友 記得早點預約 大家啦